弟兄姐妹们平安 好像我们中间还是有四句祝福的话是吗 大家记不记得我没有打出来 我想大家应该都会背了 我们背这四句祝福的话 然后我们来彼此的祝福 我是蒙神所爱的 我是有价值的 今天必有美好的事发生 神的祝福追着我跑 请大家起立 我们来彼此祝福好吗 用这四句话来彼此祝福 我们大家请坐 感谢神 彼此祝福是最喜乐的事 感谢神 感谢神我们今年已经来到了感恩的十一月 日子过得好快 在这个感恩的季节的里面 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多的思想 神给我们的恩典到底是什么 也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这么的多 这么的大 我们就要学习来向他献上感谢的祭 十一月十二月 常常都是献感谢祭的最好的时机 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感恩的献礼 我们怎么样来思想神的恩典 然后怎么样来献上这个感谢祭 我今天要分享三方面 第一方面恩典是从主耶稣来的 如果我们要想感恩节 十一月有一个感恩节 当然美国的感恩节是在纪念 美国最早最早的时候 怎么样神带他们经过很多的风暴 很多的困难 然后来到这个国家 这是美国的感恩节 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感恩节呢 我们基督徒的感恩节是要来庆祝 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恩典 如果没有这个恩典 其他的就都没有了 这恩典是从主耶稣来的 而且这个恩典是每一天够我们用 最后来学习怎么样 用感谢献上为祭 那我们现在先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今天早上呼召我们 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求你现在就用宝雪 来接近我们 出去我们所有人跟你之间的拦阻 主啊也求你用你的宝雪 为我们划定界线 让这个地方充满你的同在 充满圣灵的工作 主啊求你的圣灵也来开启我们的悟性 让我们对你的恩典有更深的领悟 主啊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知恩感恩的人 也能够在这个季节的里面 把你所悦纳的季 现在你的面前 谢谢主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要先来思想这个恩典的来源 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 十六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恩典从哪里来 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恩典从耶稣基督怎么样地传给我们呢 是因为他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的中间 然后借着他的救恩传到我们的身上 他之前讲到主耶稣 就是这个恩典来源的时候 他的说法我觉得很有趣 他说这个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住在我们人中间的时候 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换句话说你看到他 你就知道什么是恩典 你看到他 你知道什么是真理 他这个恩典跟真理是平衡的 没有冲突 然后他说他来的时候 把丰满的恩典给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领受 所以这个恩典是让我们可以领受的 你如果有信心来领受 你就会得到这个恩典 而且这个恩典不是你第一天信主的时候有 是每一天都有的 你就是要学习怎么样是每一天 恩典加上恩典的去领受 如果你有这个心愿你会一生领受更大神的恩典 然后他最后就讲说律法是 接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有耶稣基督来的 我觉得圣经特别是约翰 讲到主耶稣恩典的时候 他常常这样子重复说 有恩典有真理 有恩典有真理 所以有人说 其实基督徒的经历 基督徒的生活经历是先经历恩典 然后才明白真理 所以叫做先恩典后真理 他们请你说先恩典后真理 先恩典后真理 你看圣经上你看主耶稣的生平 当他在服事的时候 当他把他的恩典给人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的方式 我们举一个例子 那个行淫的妇人 约翰福音记在说有一个行淫的妇人 他这个妇人是已经已婚的一个妇人 他跟另外一个男人正在行淫乱的时候 他们是婚外情 因为他这个女人是已经结婚了 他跟另外一个男人正在有婚外情的时候 就被抓到了 对他来讲这是非常丢脸的事 但是我不想让男人跑哪里去了 可是这个女人被抓到了 而且这被抓到的时候 羞辱他到一个什么程度 把这个女人正在犯淫乱罪的时候 就抓到了他 然后呢 把他就抓到耶稣的面前 然后非常多的人就围观他 很多人就围观他 然后是法利赛人就跟主耶稣说 这个人 这个妇人 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 那你说我们应当对他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用石头打死他 因为照着犹太人的律法 你是可以用石头打死这种人的 因为神非常的厌恶淫乱 但是当时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 当时他们是罗马帝国统治他们 那你随便拿个石头打死人 那你不是触犯了国家的律法吗 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权敏 可以去打死另外一个人 所以他们就给主耶稣出这个难题 主耶稣后来 这个故事是非常有名的 主耶稣后来 圣经上讲说主耶稣 他们在草草闹闹的时候 主耶稣都没有说什么 就是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就一直问 一直地问 最后主耶稣就讲了一句话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当主耶稣这么一说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愣住了 谁没有罪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所以圣经上形容说 所有围观的人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 因为老的人犯罪多嘛 所以他特别被主耶稣这句话赐到 如果你是没有罪的 你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那如果你有罪 那你有什么权利打死另外一个人 所以后来所有人都离开了 圣经上讲说 只有主耶稣跟那个妇人站在当中 主耶稣就问妇人说 没有人打你吗 他说主啊没有 就主耶稣就讲了最后一句话 他说去吧 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他跟这个妇人讲 他救的这个妇人不是就让他这样走 他最后跟他讲说 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所以这个是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先恩典后真理 你看主耶稣服侍人的时候 常常都是先恩典后真理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行悦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 叫做撒该 圣经上讲说他是一个税吏长 他是收税的头 很多人是税吏 可是他是税吏长 所以他打闹的肥水 当然是比别人更多 因为当时在罗马帝国 他们交税是包税制 我这个税吏 我管 好 我管普内地交会这群人付税 如果我是个税吏 我管你们这一区的人付税 你们就把税都交给我 我呢 再把这个税上报给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呢 他对这一区的人要交多少税 他是有规定的 但是我税吏可以告诉你们 我可以跟你多要一点 所以当时很多的税吏都是这样啊 他们就是跟人多要一些 然后呢 把规定的钱交给政府 然后呢 剩下的钱就放他荷包 所以税吏都是很有钱的啊 他私 市场的荷包很多啊 市场的肥水很多啊 那税吏长就更厉害了啊 是吗 因为这么多税吏要巴结他 税吏长就更厉害了 声音上说 这个撒该是个税吏长 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他虽然是个税吏长 圣经上记载说 当天他听说 主耶稣要从他的城经过 他是当时地方上的领袖 他当然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主耶稣非常的有名 那主耶稣那一次经过他的城呢 耶利哥城 事实上是最后一次 但是呢 撒该不知道啊 他就很想见见耶稣 圣经上记载说 因为他长得个儿很矮 那耶稣来来去去都是一堆人 跟着一堆人跟着 他哪看得见呢 他那么矮 所以圣经上就记载说 他就爬到一个桑树上 就躲在桑树上 因为那个桑树是 耶稣的必经之路嘛 如果你 如果你看过那个桑树 叫做Sicamore Sicamore的桑树是 那个树是很大 就是那叶子很密 然后树是很大 但是不是很高 那个谁就是修这个桑树 那阿摩斯 就是旧约的那个小仙子 阿摩斯就专门修理这种桑树的 那那个谁 那个沙盖呢 就是他的城里面 就有一棵这个桑树 所以他就爬到那个桑树上 就躲在那个树里面 但是主耶稣知不知道知道呢 主耶稣知道 因为他的心非常的渴慕 所以呢当主耶稣从这个桑树下面 经过的时候 主耶稣就在桑树 那里就站住了 然后他就抬头 就对着树里面讲说 沙盖快下来 所有人都好惊奇啊 怎么一个树里长还爬树 你会去爬树吗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地位的人 我想你不会去爬树 对吧 怎么那个沙盖会爬树 而且躲在树里头 所有人都很惊讶 可是主耶稣就把他叫出来了 那主耶稣对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主耶稣叫他下来 说沙盖快下来 然后第一句话跟他说什么 他说今天我要住到你家里 所有人都很惊奇 又觉得很刺耳 这种人 主耶稣怎么可以跟他在一起呢 他是我们所谓的罪人 他贪污嘛 然后呢 又是 他们当时就叫做游奸嘛 我们中国人说 中国人如果出卖自己的人 就叫做汉奸 那他们是出卖自己的同胞 就叫做游奸 对不对 他拿他同胞的钱 赔自己 那他就是游奸 所以大家都不喜欢这种人 都觉得他是个罪人 那主耶稣为什么要到他家去住呢 事实上主耶稣就是要触摸他的灵魂 要救他 当主耶稣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你知道撒开说什么 太特别了 主耶稣说 撒开我今天晚上住在你家里 撒开立刻说 主啊 我如果恶诈了别人 我就要怎样怎样 他说主啊 我会把我的钱一半分给穷人 我如果恶诈了任何人 我要还他四倍 主耶稣有没有说任何事情 关于他的钱 没有 主耶稣就只是跟他讲说 今天晚上我要住在你家里 可是对撒开来讲 是多么大的一个鼓励 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人喜欢的人 他在那个城里面 钱很多 朋友很少 没有人喜欢跟他做朋友 可是主耶稣竟然 不但是要跟他在一起 还要住在他 住在他家 他请都没请 主耶稣要住在他家 所以你知道这个叫做什么 先恩典 后 真理 当恩典 临到人身上的时候 那个真理就很容易 在那里显明 所以你知道主耶稣 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 他来的时候 他是带着恩典而来 但是恩典之后 伴随的就是真理 所以请你跟 特别人讲说 先恩典 后真理 所以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要引人 回到正路上的时候 不要忘记 先恩典 后真理 不要 一开口就骂人 不要一开口 就指责人的罪 你若先恩典 那个真理就很容易进去 那我们下面再来看 另外一处的经文 我觉得他把恩典 诠释得更好 在罗马书第五章二十一节 罗马书第五章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 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罗马书讲的恩典 比约翰福音讲的恩典 更跨一步 约翰福音是说 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而且耶稣基督是 把恩典先给了我们 然后让我们很容易地 接受真理 但是罗马书是说 这个恩典 接受到我们里面之后 不是只是 一直成为我们的恩典 是要在我们身上做王 这个恩典在我们每一个 基督徒的身上 当你越成长的时候 它要越有地位 你要越让主耶稣的恩典 有地位 当你越让主耶稣的恩典 有地位的时候 这个恩典在你生命中做王 会救你脱离很多罪的权势 因为在这段经文的里面 罗马书第五章 非常有名的就讲一人一人 罗马书第五章讲到两个人 一个人 最从一人入了世界 对不对 但是我们义是从一人做王 所以有第一个人就是亚当 第二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他讲说 那我们怎么样来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这个恩典 到最后 那个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 可以被释放 就是要让这个恩典 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越来越有地位 所以他说 恩典也借着义做王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这个永生 我想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 永生不只是说 我们活到永永远远 永生是指着说我们在今生 我们每一天可以活得更丰盛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权利 你这个礼拜应该比上个礼拜更丰盛 在主耶稣的恩典里面 你对主耶稣的认识 你对主耶稣的经历 应该今天比上个礼拜天更丰盛 下个礼拜天应该比这个礼拜天更丰盛 这个就叫做永生 永生是说我们还在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得到主耶稣的生命 是越来越丰盛的 丰盛到一个地步 当这个恩典在你身上可以做王 越来越有他的王权 越来越有他的地位的时候 你的里面的那个罪性 给你的带来那个影响 就会越来越小 那个罪性捆绑你的 那个捆绑会越来越小 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主耶稣把恩典赏给我们 是让我们进入真理 但是他不只停在这里 他希望恩典在我们身上 越来越有地位 以至于有一天 恩典在我们身上可以做王 然后我们呢 也可以在生命中做王 我们可以在生命中做王 做什么王呢 是能够胜过罪 胜过罪性 胜过死亡 胜过撒旦一切的权势 这是恩典在我们身上做王的时候 必然带来的结果 这是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 那我下面要给大家介绍一首诗歌 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 因为在这首诗歌的里面 把这个恩典诠释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透彻 那如果愿意的话 我们都还可以唱 那所以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这是从前的人写的一首诗歌 讲到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 是非常奇妙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上充满他的回忆 地上也都听闻 天空无庸 永不甘理穷 了 终于欣赃地上 在我心中 圣诞 at 伏欣在我心中 在我卑微心中 母歌 Mexi 在我心中支撑 使我脱离醉的车 脱离徘徊天心 难得到我永我不甘以求 祈祿活在我心中 在我回味心中 难得是我救护 心在可虑入土 他一共追隐时报复 从未将过之母 万与多佣 永不甘以求 祈祿活在我心中 在我回味心中 不能当月天 祂是神来人间 祂是神在让身前 是神在我里面 万与多佣 万与多佣 永不甘以求 祈祿活在我回味心中 所以恩典是什么呢 恩典就是道成肉身 祂是神在肉身显现 不但显现在耶稣的身上 也显现在你我的身上 一生这个恩典 都要在我们的里面 带领着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得到 神要赐给我们的救恩和丰盛 所以约翰福音说到 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这个恩典就是主耶稣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里面 恩典现在已经住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可是罗马书进一步说 我们从主耶稣基督 所得到的这个恩典 要在我们生命中 做亡的时候 就要使我们脱离罪的全能 就我们刚刚那首诗歌讲的 当他越做亡的时候 我们就越能够脱离罪的全能 越能够脱离我们自己败坏的天性 所以基督徒越信越改变 越老的基督徒应该越多的改变 你原来那个败坏的天性 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最大的恩典 什么叫做恩典 最大的恩典就是 神在肉身显现 阿们 请你跟你隔壁的人讲说 最大的恩典就是 神在肉身显现 阿们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 最大的恩典是 神私给我一个房子 最大的恩典是 神私给我一个好的妻子 最大的恩典是 神私给我乖巧的孩子 那圣经上说 最大的恩典是 神在肉身显现 那个是比一切都要宝贵 另外我们刚刚已经唱到这个恩典 不但在我们身上 他可以作亡 而且他是每日够用 恩典够我用 从不敢力从 那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 在哥林多后书 12章7到10节 这是保罗说的话 他经历到那个恩典呢 是在你越困难的时候越多 越不容易的时候越多 那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 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阿们 这边讲说保罗经历另外一种恩典 这个恩典呢是很特别的 为什么呢 本来保罗不要这个东西 刚刚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 他三次求主 不要这个 因为他说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 叫他非常的痛苦 这个刺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很多人解说 可能是他的眼睛的疾病啊 什么什么的 但是他没有解释 他就说那根刺 如果有一根刺在你的身上 你绝对是不舒服 虽然它不是很大 可是就让你就很不舒服 他说这个刺在他的身上 他觉得很痛苦 所以他三次求过主 因为他说这个刺是什么 他祷告来祷告去 祷告来祷告去 他觉得这个刺是撒旦 他觉得这个刺是 撒旦的差异要攻击我 所以用这根刺 小小一根刺就攻击我 是从撒旦来的 所以我不要 他就去祷告 祷告了三次 说主啊 你把这个刺拿开 因为这个是从撒旦来的 不是从你来了 我不要接受 他就拒绝这个刺 但是他三次求主的时候 主耶稣怎么跟他说呢 主耶稣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我的 他说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虽然是撒旦 虽然你说这是撒旦 我还是要让他留在你身上 为什么 我的恩典比这个大啊 虽然你很痛苦 可是我的恩典比这个大啊 我的恩典够你用啊 你觉得好像不够用了 但是还是够用的 而且呢 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 可以显得完全 你越软弱 我的能力会越多 然后呢 我的能力会让你在你的软弱中 显得完全 所以这是神跟他讲的这句话 那你知道我们平常 我们学习的时候 常常也是这样啊 我们发现这个不是从神来的 我们就会拒绝啊 就像保罗一样 我们就会拒绝啊 但是神就跟他讲说 虽然如此 虽然这个是撒旦 但可是我不要把他拿走 为什么我要让你看到我比他厉害啊 我的恩典比他比这个次更厉害啊 你虽然难过 可是我的恩典会让你有这个力量 胜过他 然后他下面就说 当他这个功课学了之后 他在每一个不同的环境中 他就可以有力量 他说他就开始夸他的软弱 他有的软弱 他被人家羞辱 他的凌辱 他的急难 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逼迫 很多的困苦 他就不再受这些影响了 我们人当然是遇到困苦的时候 就会很伤心啊 会很痛苦啊 我遇到凌辱的时候 别人羞辱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伤心啊 可是保罗说 因为这一个经历 因为主耶稣这句话告诉我 所以我可以在这些环境中 就可以开始喜乐 喜乐的不是说这些外面的 喜乐的是 我有另外一种的恩典 是够我用的 神的恩典一定是够我用的 我虽然这么困苦 可是神的恩典够我用 我一定可以越过这个困苦 我一定可以越过这个疾难 而且这个恩典会让我 经历到什么是神的能力 如果我不是这么软弱的话 我就不晓得说神的能力 原来这么大 可以越过我这些软弱 我们这个我们人呢 常常都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 我最近在一个神学院教那个小先知书 我也是教的那个约纳书 你知道那个约纳是个小先知 神就呼召他呢 要去向尼尼维这个城市 亚述国的首都尼尼维这个城市 要去传神的信息 他传的神的信息呢 是什么呢 再过四十天 尼尼维城就垮掉了 就轻覆了 意思就是说 再过四十天 尼尼维城呢 就会整个会被消灭掉 你知道 约纳是个先知 他从前有讲很多的预言 圣经没有记载 但是从前预言都是应验的 他在北国讲预言是应验 可是这一次呢 他在亚述国讲这个预言 预言 讲的这个先知传的话 是全本圣经最短的预言 五个字 希伯来文只有五个字 但是没有音验 为什么 因为他讲 他只讲一天 整天他就在那个城里面讲说 再过四十天 这个城就要倒了 再过四十天 这个城就要倒了 他讲了一天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惊天动地 全城的人都悔改 连君王都悔改 连那个牲畜 通通披着麻布 悔改 全城的人都悔改 所以呢 这是一句很有趣的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这是约纳呢 他的这个预言是 全本圣经中最短的一个预言 可是却没有应验 但是呢 整个城的人都悔改 所以他力量大不大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先知 他只讲一天 五个字 全城人就都悔改了 影响力是很大的 但是为什么当时神叫约纳去 传这个信息的时候 他不可能 最只要神叫去传这个信息的时候 他马上就跑了 神叫往东边 他要往西边的踏实 很远很远啊 非常远非常远的一个地方 他就跑去那里 他想说 天高皇帝远 我跑那地方去 我也不需要 不需要管这边的事情了 但是后来神就有方法 我们在上那个课的时候呢 就在思想说 为什么约纳不肯去向 亚述国传这个事情 因为圣经上约纳自己有说 当这些拟拟为人 起来悔改的时候 神就后悔 就没有把那个灾祸 拟到他身上 所以拟拟为神 就没有倒 然后呢很坚固 约约纳就非常的生气 约纳说 神啊我早就知道 你是有恩典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慈爱的 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 所以呢 你虽然这样讲说 要把这个城灭掉 你最后还是不会灭的 你看 他们一悔改 你就不灭城了 那你叫我去讲 有什么用呢 所以约纳就跟神生气 因为她很早就知道 神会这样 如果人悔改 神就会不降这个灾祸 但是约纳为什么生气呢 因为这些是她的敌人 这些是她的敌国的人 所以她巴不得他们就灭亡 灭亡就灭亡 再等40天 那个城毁掉就毁掉 她才高兴了 又是她的敌人 这样毁掉不是很好吗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就写那个家庭作业 学生写作业 就讲到说我们中国人 我们比较古一点的中国人 最大的仇敌是谁呢 是日本人 所以有个学生说 传道人啊 他的学生就说 如果神呼召 神呼召我做传道人 我什么都可以 就是绝对不会去向日本人传道 因为心中有愤怒嘛 对吧 有仇恨 那所以呢 我就觉得说 好多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子 就是对那些我们的仇人 或是对那些逼迫我们的人 我另外有个学生说 他说他常常 不会为那个逼迫他的人 不会希望那些逼迫他的人 有好下场 是不是这样 我信耶稣 信得这么辛苦 你还逼迫不让我信 他说有的时候 在他们的环境中 是有这样的逼迫 他就不会去希望这些人可以得救 可是神如果呼召你 就是要向你的仇敌传兵 就是要叫你让他们可以得救 你愿意吗 保罗说恩典给我用 如果说是按照我们很多人 我们平常的思想 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 这个急难是不好的 这个逼迫是不好的 这个困难 对不对 这个逼迫怎么好呢 可是呢 保罗说因着他认识恩典 他就可以在这些环境中喜乐 对不对 他说我是因着逼迫可以喜乐 我是因着软弱可以喜乐 喜乐什么呢 不是喜乐这个逼迫的本身 是喜乐说我如果经过这个环境 我可以再经历到什么是神的恩典 我会再经历到说神的恩典一定够我用 我可以再经历到说神的能力 在我身上显得完全 没有这些困苦 没有这些急难 我还不会那么更深地领会到神的恩典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 神给我一个很大的祝福 是恩典每日够我们用 就好像那个船在海里行走的时候 如果遇到的石头怎么办 铁达尼号遇到的冰山就没了 撞毁了就没有了 但是神怜悯我们的时候 常常我们的船在海中 快要遇到冰山快要遇到石头的时候 神会怎么做呢 神就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那个恩典是什么呢 叫我们这个水涨船高 叫那个水一直涨一直涨 让我们的船就可以从冰山上面过去 或者说从石头上面过去 就不会遇到那些困难 为什么神常常容许我们有这些环境呢 就是要让我们经历什么叫做恩典够我们用 阿们 请你跟你隔壁人讲说恩典够我用 感谢神 好我们看到说神真的是恩上加恩的神 所以在每一个环境中恩典够我们用 特别是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 特别是在困难环境的时候 你不要看那些 你要转头看神 然后来宣告说主啊你的恩典够我用 我现在就求你把更多的恩典给我 把更多的能力给我 那这句话就会应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阿们 那我们最后来讲这个 怎么样学习 既然主耶稣的恩典是这么丰盛 根本就住在我们身上 对主耶稣最大的恩典就是道成肉身 并且这个恩典住在我们的里面 要来彰显他的荣耀 要来我们身上掌权 而且呢主耶稣的恩典要让我们经历每一天 无论你是在什么困难的里面 他的恩典一定比你的困难多一点 他的恩典一定让你够用 那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恩典的生活中 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 来献上这个感谢祭 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 这个献感谢祭是需要学习的 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这献感谢祭就这样 谢谢主凡是谢恩就好 凡是谢恩或是要真的是要献感谢祭 是需要学习的 所以我们来看 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来献这个感谢祭 首先我要来看诗篇五十篇 第十四节跟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 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这边讲说要献感谢为祭 而且说凡是用感谢献上为祭的人 就是荣耀我 我们不是常常讲说我们要荣耀神吗 我们不是常常说主啊愿你得到荣耀吗 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 用感谢献上为祭的人就是荣耀他 什么叫做以感谢献上为祭 就是说你是在很痛苦的里面 很痛苦的里面献上感谢祭的 虽然很痛苦你还是愿感谢神 这个才叫做感谢祭 因为它是个祭物嘛 祭的意思就是说牺牲啊 就是你自己被杀呀 你自己受苦啊 但是你还在这种环境中 你愿意献上感谢 这个才叫做感谢祭 所以主说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 说我们自己很苦的时候 我们还愿意凡事谢恩 我们愿意把这个感谢献给神的时候 就是在那里荣耀祂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本书 叫做《从监狱到赞美》 英文比较容易记得 叫做《从监狱到赞美》 都是P嘛 《从监狱到赞美》 这个作者非常有名 他叫做Merlin 这个莫林凯勒斯 Merlin 你们到网站上都可以找到这本书 不用去买 这个莫林本来是个罪犯 他是从小生长在一个非常苦的家庭的里面 很小爸爸就没有了 所以他们家都很辛苦嘛 所以他从小都要自己赚钱 不论是读书啊 工作啊 都是自己赚钱 所以很辛苦 那后来呢 他就把自己的身体练得体格很好 然后就去当兵 当陆军 可是在陆军里面 反正他就是做不好的事情 所以后来他就被抓了 被抓到监狱的里面 那他就在监狱的里面 他那个故事很长 我就长话短说 他在监狱的里面呢 他就开始认识神 开始经历到说 他曾经有这个信仰可是很模糊 那他在监狱的里面就开始经历到说 那基督徒的祷告 经历到说 基督徒所相信的这位神是真实的 所以他就开始学习去祷告神 可是呢 祷告其实是一个层次 赞美是另外一个层次 感恩 把感谢献上为祭 又是另外一个层次 那就是在你痛苦的时候 你还谢谢神 对不对 在痛苦的时候 你感谢神的恩典 那是另外一个层次 跟你祷告不一样嘛 祷告是说主啊 我在这个环境很不好 你帮助我保守我 给我平安 给我吃好的 因为他说那边监狱里面的饭食都不好嘛 就给我吃好的或什么的 那个是祷告 可是感恩呢 赞美呢 是说主啊 我感谢你 虽然这里的伙食很不好 但是我感谢你 因为我还有东西吃 你知道 所以他就说 他就 因为在里面祷告 就发现神很真实的时候 他就开始 对神有点敬畏的心 然后就开始学 他学习赞美的是神自己教他的 神教他的一个方法很特别 他说神真的是好有耐心天天教我 怎么赞美 他说第一个 从什么地方开始教他 就从起床 他说他每天早上都巴不得 可以再多睡五分钟 很不喜欢起来 他很想要多睡一点 可是那边 到的时间就要起床 他就每次起床的时候都很抱怨 有一天呢 他躺在床上的时候 听到那个时间到了 他就赖床就很不想起来的时候 突然听到神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说 你有没有那个 你有没有那个右拇指 他说 右拇指有啊 我有右拇指 他说你把右拇指动一动 他就把右拇指动一动 然后他说那个声音就在跟他讲说 那你有没有右脚趾 他说有啊 他就把右脚趾动一动 然后就说左拇指左脚趾 动动他也不晓得为什么 他知道那是神在跟他讲话 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很爱跟神在一起 他知道神跟他讲话 那神就跟他讲说 你看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那个右拇指会动 右脚趾会动 左边也是动 那是证明你是活的 对啊 那你可以为这个事情来谢谢神 那是我要感谢神 我还活着 就这样 他说神就开始从很小的身上教他 以至于后来 他就开始越来越会赞美 越来越会用感谢献上为祭 结果你知道后来他在监牢中 不但是变成模范囚犯 他变成军牧 他后来变成陆军的军牧 做牧师啦 就是在陆军的里面 他最后成了牧师去牧养人 那他的姿势是很精彩 他牧养人的时候也是教导人家怎么样赞美 从很小的事上 从很不开心的事上 有一个人来跟他讲说 我今天好伤心喔 他什么事情伤心啊 他就说 我太太跟我闹离婚 他就说 要不要这样 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们为这件事情来赞美 那个人就很生气 我太太要跟我离婚 伤心都来不及 还怎么赞美 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们继续为这件事情来赞美 那个人 那人无可奈何 他是居木啊 所以就跟着他 结果 起了很大的变化 那个人的婚姻就开始起了很大的变化 诸如此类 所以他后来就写了这本书 从监狱到赞美 他从监狱里面学习这个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学习感谢献上危机 在你最不开心的时候 在你觉得最烦的时候 在你觉得最困难的时候 你学习来感谢 为什么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感谢 这件事情也许叫你很不高兴 可是你还有很多别的可以感谢 像神就启示他说 那个右手指头会动 这要不要感谢 要啊 右脚指头可以动 也要感谢 因为活着就是希望 所以呢 他就慢慢从这些学习 就是可以怎么样来用感谢 为祭来献给神 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经文 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教大家 怎么样把感谢献上 有成为这个感谢祭给神 这是非常讨神喜悦的 对不对 因为你不是受那个东西的挟制 你看到的是另外神的 神的工作神的恩典 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节的经文 希伯来书13章15到16节 所以我们记得了 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读 所以我们记得了 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 事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阿们 这边讲说要怎样感恩 要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 事奉神 把自己奉献来服侍神 那他教他们说 为什么可以感恩 当时的环境是不能感恩 你读希伯来书就知道 希伯来书的人都是在受逼迫的 都是很难很难的逼迫 所以那些犹太基督徒 都很想走回头路了 因为路太苦了 做基督徒的路太苦了 太多逼迫了 走不下去了 就想回头 所以希伯来书就一直呼吁 呼吁大家呼召 用很多很多的见证 很多很多主耶稣的自己的荣美 来呼召他们不要回头 要继续往前 然后他讲了那么多以后 他就说 我们既然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 你看我们信的耶稣是 永远不会改变的 他现在在天上这么荣耀 我们得的这个国度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他是不能震动的 所以我们要感恩 虽然外面很多东西很苦 对吗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很多的逼迫很苦 很多的环境很苦 但是我们因着这个更宝贵的 不能震动的国 我们要来感恩 还继续的侍奉 继续的爱神 继续的侍奉 继续用虔诚敬畏的心 侍奉神 那这个就是讨神喜悦的 是不是 他说这个是照神所喜悦 这是神所喜悦的 如果我们在不容易的环境中 却不是神 如果我们在很多人的逼迫中 我们还是爱神 这个是讨神喜悦的 我们这就是一种感谢的祭 所以刚刚已经让我们看到说 我们在每一个环境中 在自己痛苦的时候 我们还是愿意来 侍奉神来爱神来跟随神 这是讨神喜悦的 就像你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 一生都要深深的爱你 对不对 不管什么环境 你说一生要深深的爱你 那一定是各式各样的环境中 我都愿意深深的爱你 那个就是讨神喜悦的 我们再读下面一处经文 这是跟着刚刚 刚刚是十二章 现在是十三章 刚刚是十三章十五节 现在我们再继续读下面 刚刚那个应该是十二章 我们再来继续读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民之人嘴唇的果子 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宣书的事 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阿们 你有没有看到希伯来书讲的感谢 颂赞 还有甚至于我们说要行善 要捐书全部都是祭 换句话说 都是在不容易的时候 你去这样学习的 这种的祭就是讨生喜悦 就是感谢祭 那这边讲的更明白了 刚刚讲的是说 我们全人奉献 这边讲的是说 把嘴唇奉献 你每天讲那么多话 你那个话里面 有没有很多的赞美 有没有给神很多的赞美 你讲话的时候 你是把主权更多让给神 还是你照自己爱讲就讲 很多人就是自己爱讲什么就讲什么 发怒的时候啪一下怒气就出来了 那个就没有学到 这个是用颂赞为祭 当作这个嘴唇的果子 你知道我们嘴唇每天讲话 是在放很多果子出来的 你要放生命的果子出来 还是要放死亡的果子出来 那主耶稣在这个地方 神在这里呼召我们 要常常结这个嘴唇的果子 献给神 那结颂赞的果子 虽然你很生气 虽然你很不顺利 但是你还是愿意赞美神 为什么 因为你把眼睛转到耶稣那里 然后让主在你身上为大 你就这样子来赞美的时候 这个就是嘴唇的果子 是神所喜悦的 对不对 然后他说那个行善 下面讲说行善和捐输 英文是说行善 do good and to share what you have 就是说你有什么 你就愿意跟人分享 你有什么你就愿意跟人家分享 而且是一种sacrify 就是说你有东西你愿意跟人分享 可是呢你不是很富有 可是你还是愿意把你所有的 来跟人分享 这样的捐输的祭 这样行善的祭 是神所喜悦的 你知道 新约圣经常常称赞这件事情 我们曾经 保罗就曾经称赞 马其顿的教会 他说马其顿的教会 自己不够的时候 还拼命拿出来 要来救济别人 救济别人 因为别人有饥荒 就愿意更多的来救济别人 他说马其顿的教会 是给我们很多很好的版样 所以他呼召亚该亚的教会 也要学习马其顿的教会 马其顿教会就像菲利比 菲利比是保罗无论到哪里 都一直把钱送过去支持他的 虽然菲利比教会 并不富有 而且圣经上讲说 他们很穷 马其顿教会 在很穷的时候 还求保罗说 拜托拜托 让我们可以给你奉献 有这样的人吗 你很穷了 还求别人说 拜托拜托 虽然我不够 可是我很愿意为你奉献 很愿意为这些穷人奉献 马其顿的教会就这样 他再三地求保罗 让他们在公给的事上有份 就是在这种乐捐的事上 就是跟人share 跟人分享的事上有份 虽然他自己不够 他还想到有人比他更不够 那这种就叫做祭 就是感谢祭 感恩祭 所以我们要想一想 你今年你有什么东西 是献给神 你有了 你有多的你给神 当然很好 对不对 神也喜欢你十分之一 十分之二给神 可是你不是很有 可是你还是愿意奉献 那是不是更讨神喜悦 我觉得我们11月12日 我们都要想想这些事情 我们 我想母堂跟你们一样 你们比我们做的更超浅 就是那个圣诞协和 对不对 圣诞协和 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认你 我想好像你们 你们的方式跟我们不大一样 我们是认你一个圣诞协和 是认你里面的东西 包括运费 所以一个盒子30块 你们好像是20块 那我们是整个整批 我们整批到LA去买大批的礼品 然后呢要的人自己去装 让他们自己装 可是因为买大批嘛 就很便宜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 一个鞋盒可以30块 包括运费 我们那时候就呼吁弟兄姊妹 我们来学这个感谢祭 就是学说我们来学这个乐捐 学这个说当我有的时候 我愿意把有的一点跟别人分享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圣诞协和 今年是要送到太平洋岛屿 对不对太平洋岛屿 那许多孩子 从来没有接受过圣诞礼物的人 我们就是要送到他们手中 那如果奉献的钱多呢 像比方说我们是一个盒子30块 那我们是认领200 我知道你们认领的比我们多 我们认领200 如果奉献超过6000 所有剩下的钱 我们就可以再买教材 让他们可以听福音 12课门徒的课程 所以所有收到礼物的孩子 如果我有再多的钱去 他就可以去上课 就可以听到福音 那不是很好吗 他又收到圣诞礼物 又可以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 乐捐 这个就是在你十一奉献之外 然后呢 不管你自己有多还是少 就是愿意学习 马基敦的教会 在极穷之间 还是显出乐捐的厚恩 结果呢 两个礼拜 我们已经超过了 两个礼拜 我们报告了两个礼拜 已经超过7000块 30个 200个盒子应该是6000 现在超过7000 我们就1000多块钱 可以让很多的孩子听福音 阿们 这个就是叫做感恩的记 就是说 不管我有多有少 我只要有 我就愿意来为着那些更需要的人 我把它捐 这就是这边讲的捐书的记 就是说 不是说你很舒舒服服的捐 是你不舒服的时候 你还愿意捐 这个就要这边 他这边讲说 无论是送赞 无论是行善 无论是这样的乐捐 是在不容易的环境中出来的 都是神所喜悦的 也都是我们所谓的感恩的记 阿们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段经文 这个是真正感恩记的根源 在立位记 我们要来读一下 我想很多人自己读 他也读不大懂 因为太复杂了 那我们就一起读 一起来了解这一段经文 因为这一段经文是所有感谢记的根基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一些实行 对不对 但是它的根基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读 人献与耶和华平安记的条例乃是这样 他若为感谢献上 就要用调油的无效饼和抹油的无效薄饼 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 与感谢记一同献上 要用有教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记 与公物一同献上 从各样的贡物中 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记 是要归给撒平安记生血的祭司 为感谢献平安记生的肉 要在献的日子吃 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祭司要把汁油在坛上焚烧 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 你们要从平安记中 把右腿做举记奉给祭司 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记中 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 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 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 这个是根记 因为这个是神的规定 就是在立位记有五种记 第一个是藩记 第二个是数记 第三个就是这个平安记 第四个是赎罪记跟赎先记 一共五个记 前三个记是自由奉献 就是甘心献的 就是说你愿意甘心把自己当作藩记 全身献上这叫藩记 数记呢你愿意自己 献上每一天过圣洁的生活 你愿意说主啊我甘心乐意 过圣洁的生活 那就献数记 平安记也是甘心献的 这边平安记呢讲说 它有一二三 有四种饼 一个是调油的无酵饼 一个是抹油的无酵饼 另外是油条云西面做的饼 另外一个是有酵的饼 这是非常特别 因为本来像你放奉献数记 你那个饼里面不可以放酵 对不对 不能让它发嘛 酵就代表醉 可是呢 这边实际上说有酵 要让饼发 所以呢 这个平安记的这个饼 是不大一样的 然后它下面有规定说 这些饼要怎么分配 可是呢 平安记最大的特点是 它献完记呢 它献很多 这个祭祀很多的 献完之后呢 全部除了留给祭司 就是传道人 结果祭司那些部分以外 全部要吃掉 而且不可留到早晨 不可 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意思说 全部都要吃掉 那那么多怎么吃呢 就要叫很多人来吃 所以平安记就是 要很多人一起来享受的 这个才叫做是平安记 我们再往前看一下 你就更了解 下面我给大家看到说 这个平安记 又称酬恩记 或是Fellowship Offering 就是说是大家分享的 一起分享的一种记 所有其他的记是不能分享的 你只可以烧给神 或是呢 除了神之外 就是祭司可以得 人是不可以得 可是平安记 是人可以share的 我们可以一起分享的 就叫Fellowship Offering 它的目的有三种 第一个就是感谢 第二个就是还愿 第三个就是甘心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要感谢 现在11月了 我们为了想到今年 虽然疫情这么久 可是呢有很多感谢的 我愿意来献感谢祭 那就是用平安记的方式 来献这个感谢祭 对吗 感谢 感受神在某件事上施恩典 好像说遇到很困难 撞车 没有死 撞车 车还是好好的 像这些 或是病的医治 得到什么病 就神医治的我 就很喜乐 遇到什么困境脱离了 这也可以感谢 或任何任何可以感谢的是 我感谢神 我很不容易生了一个孩子 这也可以感谢 好不容易买了一个房子 这也可以感谢 对不对 就是就是献上平安记 第二种就是还愿 你曾经许过愿 说主啊 我愿意怎样怎样 那你 那你后来你愿意 神听了 那你就愿意还愿 事前事后 你要献祭还愿都可以 还有一种是甘心的 什么都没有 就是甘心乐意 愿意这样奉献也可以 那请看下面 平安记是一种自愿性的陷阱 我刚刚讲是甘心乐意的 没人强迫你 赎罪记跟赎千记是规定的 你犯的罪就是要献赎罪记 否则你那个罪没有办法解决 你跟人有的过节 你就是要献赎千记 然后还要跟人和好 这个是规定的 你要也不要也要 你不想要也要 要不然的话那些事情 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赎罪记跟赎千记 不是自愿的 可是平安记是自愿的 平安记是一种自愿性的陷阱 包括从敬拜者的牛群中取来的 没有瑕疵的动物 或是各种穀物或饼 我们刚刚有讲 这是一种感恩和团契的记 紧接着人们会共享爱宴 像我们中午常常在一起吃 爱宴是大家愿意share 那是共享爱宴 但是他是先献给神 然后才大家share 大祭司得了动物的胸 不是只有饼 我刚刚讲的是饼 可是后面还有东西啊 摇的还有胸 还有那个腿 都是要给祭司的 大祭司得了那动物的胸 祭司得了右前腿 祭物的这些部分 被称为摇记和举记 因为要摇一摇 举一举 因为他们在献祭仪式上 被挥舞或举起 枝油 肾脏 肝脏 全部要烧掉 献给神 枝油是最好的部分 一定全部都要给神 我们自己不可以拿 所以枝油 肾脏 肝脏 要献给神 动物的其余部分呢 留给参与者享用 对不对 只有那个胸跟腿是祭司 其他全部都是我们 大家可以吃的 还有那个饼也是我们 大家可以吃的 象征着神的供应 所以旧约中所记载的 许愿祭 感谢祭和甘心祭 都是属于平安祭 下面看这个图 我们就可以很明白 所以你看平安祭有三种 一种叫做感谢祭是最多的 另外一种就是还愿祭 一种是甘心祭 那感谢祭你看有多少饼 四种饼 对不对 调油的无效饼 抹油的无效薄饼 调油的饼 有效的饼 每一个都要限十张 每一个都要十个 你现在有多少啊 调油的无效饼十个 抹油的无效薄饼十个 调油的饼十个 有效的饼十个 为什么要有效 要让它发 要让它扩增 这是特别的一个地方 这跟其他记录大概一样的 然后旁边有说明 所有的饼各取一个给祭司 其余的全部给献祭者 不少的 大家一起吃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要多少人一起吃啊 因为它很丰富 然后下面有肉 我们刚刚不是说有 有那个腿有胸吗 那下面有那个肌肉 不管是感谢祭 还愿祭 甘心祭 所有的肌肉呢 所有肌肉的胸跟右腿 是归祭司 其他的呢 就大家吃 所以就是有胸跟腿 是归给祭司其他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吃 所以呢 你看要吃多少 他说呢 这个感谢祭 是当天一定要吃完的 一点都不可以留到早晨 你吃不完走完 你不能再吃了 所以呢 就要找更多的人来吃 才会浪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平安祭 或者说这个感谢祭 我们如果要献感谢祭 就是说 除了感谢神之外 我们是要 跟大家一起来share的 这也是一种感谢祭 我最近听到有个弟兄 跟我讲说 他曾经要我们替他祷告工作 一个年轻人 好像他做电脑的 他就搞到工作 他说哇 那就是今年 今年快要到年底的时候 他们公司 评估每一个人的工作业绩 工作成绩 他呢就是拿到很高很高 就是他们公司非常高的 一个评价 就是说他们员工嘛 他的分数很高 他就很高兴地说 哎呀我分数这么高 我今年一定可以加薪 所以他就 不是明年就可以加薪 所以后来呢 他就是很等待 那个公司宣布说 要加多少薪 结果后来呢 他们公司宣布了 你知道他加多少薪呢 一个小时 没有多一块钱 一块钱以内 哇他卷值了 说哇这个公司怎么这样子啊 加薪都不到 一个小时都没有到一块钱 那做了半天 觉得说好亏的感觉 就觉得很没有被鼓励到 后来他才知道 未来公司的营业额 没有怎么增加 所以虽然他工作很棒 但是公司整个的营业额 没有增加 所以也没办法给他 加薪到什么程度 他就很忧愁 为什么 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岳父岳母又来 那全部都是要他负担嘛 对吧 他跟他太太都做是双职 可是要负担岳父母 那岳父考过了这个驾照 要开始买车 对吧 又一个小孩子 所以呢 家庭带着很重 所以他就一直在祷告 后来呢 他就跟我们讲说 我们可不可以祷告 因为他呢 就想说要不要再去换一个工作 再去申请另外一个工作 可以拿好一点的薪水 要不然的话 他这个家庭好重嘛 对吧 那弟兄姊妹就为他祷告 上个礼拜 他就告诉我们好消息 他真的拿到那个薪水了 那个薪水 就拿到那个工作 一个新的公司的工作 薪水很高 比原来的高好多 所以他就说 他太感恩了 所以他要做什么 他要献这个感谢祭 然后要做这个平安祭 他说他除了奉献给神之外 他拿饼钱出来 share 请大家吃饭 来感恩 这个什么就是感谢祭 就是谢谢说神 这么大的一个恩典 帮助他可以解除 他现在经济不是那么 就是可以 但是很辛苦的这种情形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感恩 然后呢 还有一个弟兄 上礼拜有个弟兄做见证 他身份申请 身份12年终于通过 终于通过 然后他说那个 他找了一个长老 为他做见证嘛 因为他 中国有些事情 那个法官就说 我要听那个人的见证 你说的这一段 我不相信是真的 那你要把当事人找来 给我做见证 那个当事人 就那天就去为他做见证 那当事人就用英文讲说 他爸爸在中国怎么姓主啊 怎么受洗啊 中正 然后怎么受洗 受洗的时候 就那个病房七个人 跟他一起受洗 就讲了 他爸爸就掉着眼泪 就跟这个长老说 我把我儿子托给你 因为知道自己快要走了 所以他说 他讲到那的时候 法官都跟着哭啊 觉得说 这实在是太奇妙的事情 你知道吗 可以 他爸本来 几十年无神论子啊 怎么可以 最后愿意信主 然后这样子 还影响了七个 同事的这些患有 患病的人都信主 所以他就过了嘛 过了之后 他说他就在外面 抱着那个长老就哭啊 他们俩就哭啊 因为等了熬了十二年 很不容易 不过呢 他也从一个 对神默不关心的一个人 变成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 非常活热 非常 所以我觉得十二年 神在改变他的生命啊 所以呢 他就也也请了一个 也做了一个平安鸡 然后主的奉献给神 他请了好多人一起吃饭 来感恩 那所以呢 我觉得你也可以想想 你今年有什么可以感恩 你可以跟谁来分享这个恩典 我们今年给每一个小组一个功课 说 今年每一个小组要想一件事情 全体小组一起来做一件事情 来感恩 来流露这个爱 每一个小组都很有创意哦 有一个小组说 我们年轻人 我们要来为我们的父母感恩 因为他父母都来了嘛 可是都为他们很劳苦 对吗 所以呢 他们说他要为父母预备一个爱宴 父母呢 就是漂漂亮亮的坐在那里 孩子们全部从头到尾服侍 从烧菜啊 到服侍他们吃饭啊 还有买礼物啊 什么什么 就是要来感恩 这是不是也是很好的一个感谢祭 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安祭 与人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所以我觉得我们 每一个人都可以思想 你或者个人 觉得有什么人有这样需要 你可以跟他分享 或者是你们小组要一起 所以呢 凡是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人 就是荣耀神 圣经上告诉我们 让我们先学习献上自己来服侍神 然后我们再学习献上感恩祭 多多与人分享 是感谢格外显多 所以我们今天的结束 就是神最大的恩典是什么 就是他的道成肉身 最大的恩典是把他的儿子给我们 住在我们里面 完全翻转我们的生命 这个恩典超过所有的环境 永远够我们用 不管你的环境是什么 他永远够我们用 在这感恩的季节 我们要再次献上我们自己 献上我们的感恩祭 好 叫神的恩典 因人多越发加征 你知道当我领受到 这个弟兄 绿卡过了 他的那个感恩 我真的是 我们真的是大庆祝一顿 因为我庆祝的是 他生命的更新改变 然后又静静到神这么大的恩典 所以当他把这个平安祭 把这个感恩祭一献上 很多人就因着他更加感谢神 也更加有信心 要继续的来信靠神 所以他说恩典要因人多 就可以越发加征 感谢格外险多 最后是荣耀要归给神 让我们看到说 神真的是 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都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经历到 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 阿们 有些神我们最后要来唱一首诗歌 求主首先感动我们 先把我们自己献上 因为他给我们的恩典 道成肉身这个恩典 是多么多么不配 我们是多么多么不配的 但是他已经给了我们 好 我们就要来唱这首诗歌 给神一个回应 你给了我一天 你给了我所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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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一世天一世纪,我曾经全属于你 我先生的安静,你卸上我的自己 在一世的昨天,我说我感谢了你 我先生的安静,你卸上我自己 一生一世给你的心,我一切全属于你 一生一世天一世,我一切全属于你 我先生的安静,你卸上我自己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你用这样的话语来鼓励我们 主啊,你开了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得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 主啊,谢谢你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 也住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你这个恩典在我们的身上 一日更,一日一日更增加 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主权 更多让在你的手中 主啊,让你的恩典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 主啊,好叫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 胜过罪恶,胜过撒旦,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 主啊,让我们可以更加更加的得着你丰富的生命 主啊,我们的心感谢你,主啊,我们回强起来 虽然不觉得自己很富有 但是也实在是非常的蒙恩 主啊,为了今年你给我们所有的恩典 我们来感谢你 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恩典,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 在我们家庭中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 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 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总是这么的丰富 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 也真是把我们这个心愿献上 主啊,求你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 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愿意有更多更多感恩的祭献在你的面前 谢谢主耶稣,这实在是你配得的 主啊,也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我们周围有多少人的需要 主啊,我们也愿意成为他们的祝福 让你所临到我们身上的恩典也可以流出去 主啊,叫恩典因着人多,越发的加征 感谢更加的显多 好叫那个荣耀可以更多的来归给你 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请坐 好 好